12名足球队少年和教练困于泰国青莱洞穴于两周 获救后仍在留院观察 随着众人骑脱险 留在洞穴陪伴他们的医生兼潜水专家亦安全离开洞穴 为最后一位来自澳洲的医生兼潜水专家 移步出洞穴及收到丧腹噩耗 短片 严动拯救孩子安全回家救人英雄遗言实现各地转发遗照致近53岁南奥阿德莱德的麻醉科医生 哈里斯里夏尔哈里斯拥有30年洞穴潜水经验 在今次泰国救援行动扮演重要角色 他原本计划上周五六日与家人前往纳拉伯纳拉伯度假 但在英国潜水专家力腰下决定前往泰国 协助救援 当局曾考虑等待几个月 让洞内水退才救人 又考虑以潜水方法 先救出较强壮和已准备好的人出来 哈里斯潜入洞穴长达4公里漆黑狭窄的通道 以医学专业知识评估洞内众人身体状况 后 认为部分人身体虚弱不宜久留 并马上救出较虚弱者 成功说服救援总指挥 他已在洞内陪伴受困者整整三日 严洞拯救少年与国际搜救人员沟通学校挂横 而鼓励学好英语众人受困两个多星期后终于逃出升天 哈里斯尾随他们最后一个离开洞穴 一踏出洞口却经文丧父恶耗 哈里斯同事兼好友皮尔斯安德鲁皮尔斯发表声明 对他父亲离世感到伤悲 作为南澳救护服务的成员 我们对哈里斯感到非常自豪 这分乱一周充满高潮和低潮 我们很高兴哈里斯与少年们安全无事 作为澳洲救援议员 他担当重要角色 哈里斯是一个安静和仁慈的人 他毫不考虑就参与支援今次行动 皮尔斯证实 哈里斯父亲在泰国救援行动成功后很短时间离世 我已跟哈里斯交谈过 现在显然是他与家人的伤痛时刻 尤其是经历本周复杂的救援行动后 心力俱疲 他又指哈里斯希望各界尊重私隐 给他空间处理家事 哈里斯除了是麻醉科医生 也是水底摄影师 洞穴潜水地点 包括澳洲 新西兰 圣诞岛和中国 处理过不同救援任务 2011年 哈里斯的墨尔本潜水员朋友米洛卡阿格奈神米洛卡 在南澳甘比尔凤M特甘比尔附近水槽动塔克卡夫潜水时 一迷失方向缺氧身亡 哈里斯花了两天找到米卡位置 将他带出洞穴 澳洲广播公司 悉尼先驱报其他报道 移居美国墨西哥92岁老翁遭围欧 试习者 返回你的国家其他报道 709大抓捕王全璋仍下落不明 妻子BBC访问哭诉 到政府部门控告 与百次大门都进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